春秋时期 这是孔老夫子当年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城里边有一个铁匠打铁的 他的手艺非常的精湛 无论打造兵器还是制作农具 哎呀供不应求 看到自己的手艺这么受欢迎铁匠 就让他的儿子跟着他学打铁 他对于自己的儿子铁匠毫无保留的教他 几十年的经验全部教了他 而且他为了让儿子学得更快 扫走弯路 这个铁匠几乎是手把手的去教他 如何练铁 如何打磨成形 在父子俩的七星合力下 每一件做成的铁器 都非常的精美 流光飞转 儿子很快的成年了 老铁匠就打算着 让自己的儿子在城里 也开这么一个铁匠铺 去独立谋生 他认为儿子的手艺 绝对有这个实力 可他怎么没想到 儿子一开铁匠铺之后 没多久 非但生意没有形容 受很多人的指责 说他打铁打得不好 他的儿子说 人们都说打造出来的铁器 很多的瑕疵 无奈儿子的铁匠铺 只能半途 腰折 关门了 这个铁匠 非常的悲伤 更有疑惑 我教儿子这么认真 儿子学得这么刻苦努力 为什么会没学成呢 有一次 大教育家 孔老夫子 来到了楚国 铁匠早就耳闻于孔子 善于悦人 就是教于别人 他就找圣人来解这个迷惑 孔子听了这个铁匠的疑惑之后 就问他 老人家 你可是一直手把手的 在教他练铁啊 铁匠点点头 在你手把手的指点下 你的儿子是不是 一次都没有出过错 打出来的铁 都是非常的完美啊 孔老夫子一问铁匠 又点了点头 两个问题问完 孔老夫子 这个黏着须而笑 问题啊 就是出在他从来没有出过的错上 你总是手把手教他 把铁区打得这么好 你一点出错的机会 都没有留给他 他只能学得好啊 要知道练好一门技术 需要好的经验 跟需要错的教训啊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做人不要怕做错事情 做错事情可以给自己增长见识和经验 我们人就是在跌打摔倒中爬起来 继续往前走的 要想寻找完美无瑕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多少人学佛 不就是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 在自己的生活上 在家庭问题上 在前途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烦恼 才会寻找一个 让自己解脱 变得更能够解决 般若智慧 拥有般若智慧 这么一个方法 才来学佛的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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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